亲爱的彼得 母子冲突敞开对话 疗愈盼望 A mother and son's story of hope through conflict 我的生命裂缝 已有光照射进来 2021年 我们出版社为林璐出版印刷了红皮香 记得初读红皮香时 不禁惊讶的难难自语 怎会有人愿意让自己 如同剥洋葱般的 在世人眼前剥开来呢 毫不避讳展现自己的伤痕 因此反观自己 我才洞悉自己 是何等的懦弱 读红皮香 如同爬一座山 起初是辛苦的 后来会看见美景 接下来会有徐徐的微风 伴随自己下山的脚步 作者自写自画 他的生命故事 同时会让人看见大时代的历史变动 2022年9月 我拿到亲爱的彼得书稿 读了没几页 里边的老我就要把自己拽走 不想让我的眼睛再继续停留在 这些文字上恐怕又会不由自主的 想起以前许多我不想再提起的事 另外在以往的经验里 类似的作品多半是立基于学术性的 论述和教导 总让我这年过半百的人 感觉未详其文 便知其果 更无法产生任何动力 使我对自己过往的某些事情 去做些改变 再读亲爱的彼得 我心里的力量 突然勇敢刚强起来 好像在那幽黑的暗像中 终于等到有人打着灯笼 先走 而我可以安然的在后面跟着 我继续的往下读 心里总是关注在两个人身上 一个是彼得 一个是他爸爸 对彼得来说 这本书是否有可能 给他带来二次伤害 我是父亲 我主要还是关注他的爸爸 对彼得爸爸而言 是否是一场透过文字的 沉默批判呢 后来 我又仔细的往下思考 这对林璐而言 又何尝不是一场 又何尝不是一场透过文字的自我批判呢 种种伤痕 在多年之后 仍会射住事件中的关系人 不但彼此都不好受 甚至不敢碰触 任凭这些记忆 在午夜梦醒时 猛然袭来 再也无法安稳睡去 要吃什么样的药 才能解决这样的病症 安眠药 不会有用 镇定计 也派不上用场 很矛盾的 要解决这些伤痛的方法 可能就是 不得不要二次伤害 就像警察办案一样 就算有人被判刑 坐牢 也必须让他学习面对自己 渐渐知道并体会 要对生命负责 如此才能与自己和解 辛劳 不也是如此 两年前 有位学者与我谈到 修复式正义议题 希望出版成书 据说加拿大的印第安人 在处理伤害事件时 加害人与被害人 所做的一种修复过程的仪式 其重点并不在于致歉与饶恕 而是要让彼此 甚或家族在沟通了解中 建立共同度过伤口余和期的共识 因为修复是建构在双方或是多方的 是要真诚给予与敞开的 喜炼生命需要方法 释放自我需要时间与过程 如今 我的生命裂缝 已有光照射进来 我释放了 平静了 得力 在乎 平静 安稳 对于过去的伤痕 我甚至可以如数家珍的 把握时间跟机会 来做修复 无论是对家人 对朋友 甚至是对自己 这时候 我想起耶稣对彼得说的一句话 当你回转过来的时候 要兼顾你的弟兄们 细细缓缓地举脚 亲爱的彼得 阅读者会有安全感 会自然地被领着往回走 走进和自己生命对照的情境 再跟着临路 一起走出来 甲字工 台湾 曾拿达出版社 社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